Hello 大家好 我是喵妮子 今天呢是做一个测评和分享吧 其实也算不上分享 因为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有一个问题就是 意志性提炎 就这个是专业术语 用咱们的百话说呢就是 头特别的油 我基本是你看我基本是一天 假如说第一天昨天晚上洗的吧 第二天头发就会很油很油 如果坚持上三四天不洗的话 哇塞挂下来都可以找菜了 所以说呢我一直就是 近一年的时间我一直都在 比如说天天泡角啊 还有就是生姜抹头 这个我没有做 因为女孩子头发长 你拿个姜你抹 你抹不到地儿呀 就很麻烦 而且每次那个姜都得切一块 不大现实 然后呢我就去买了一种 就是那种有导入液的一种梳子 然后去导入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日本的一些药妆 就是那种炙头发的 结果发现还是没有任何油 另外一瓶也没有任何油 头发还是很油 油的话它就很快的会掉头发嘛 所以说你们看我现在 这个头发就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这个份 是吧 然后你看这边 这个因为我的旋是在这边 所以说它这个位置特别明显 然后头发就变得特别少 你看随便扒一下就能看到这个 你像我现在这样这个样的话 也能看到这些份啊 或者是缺头发的地方 就是很麻烦 因为女孩子嘛 头发少的话 有一种球签刃的感觉 球签匙的感觉 就太难看了 然后呢我经过多方的对比啊 然后我就去准备 去治疗一下 因为抑制性皮炎的话呢 它还是一种皮肤病 所以说我们要用药衣 至于好不好用 能不能起作用 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呢我根据别人的推荐 我买了这两个东西 这个是富方 富方同康罢用喜剂吧 好吧说错了 然后它这个是 是可以从药店买到的 里面呢就是一管这个样子的东西 有点像 我看一下 嗯 是洗发剂啊 是洗发剂 然后 哎 等你讲 我居然打不开 我好尴尬 然后里面有一个说明书 说明书的话 我看这边有什么禁忌哦 它这个里面也说了 它是有比较强的这个 嗯 激素性质的东西 所以说大家呢 嗯 用这个东西啊 就是 不要用太多啊 不要常用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假如说 你一周洗两到三次口发 你就是一周用一次就可以了 反正我是打算这样 因为我是那种 我看了一下我的程度应该是二级 它一共分为五个等级 然后 第五等级呢 就是球千尺的那种 我感觉了 嗯 我是二级 就是这个地方特别突 你看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 跟我一样 尤其是女孩子 就是这个位置 头发特别的少 就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这边 这边 所以说就是平常 就梳头发不能这样的露 露起来的话就感觉 哇 清朝人 所以说每次就梳的话 就是 哎把头发这样往下露 就是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 总是就是很不方便 所以说我决定还是要试一试 最起码这些地方啊 这些地方 就像这缝啊什么 最好就是不要 游得太快 掉头发是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它游得太快以后 非常影响美观 比如说我天天给大家做直播的话 晚上做这个游戏的话 我要露脸嘛 然后我就要去化妆 然后天天顶着大油头 我又没办法触 我就得天天洗 这么长的头发 真的很长啊 这么长的头发 我要天天去洗的话 晾干是很麻烦的 长头发的妹子都知道 晾干一次头发大约得要 半小时 所以说我一会儿打算 用这个去洗一下 然后呢 我不打算洗发烧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地方扎起来了 扎起来了以后呢 我就洗这个 既然是头皮有问题就洗头皮嘛 因为我不想头发在下面用的 比如说受了什么激素了 虽然说我觉得下面这个头发 都死得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 因为下面这个地方 我肯定会用一些护发素嘛 嗯 想想的 用法是取本本品约五毫升 涂于换处或以湿润的头发上 轻轻搓揉 让其与头皮充分接触 待两到五分钟后 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 抑止性提炎和头皮抗震 每周两次连用二至四周 巩固治疗可 每周一至一 每一至两周用一次 花鲜斑一日用一次 连续用五日 我没有那些 我就是抑止性皮眼嘛 然后我们就 每周用两次 连续用两到四周 嗯 差不多 我平常洗头发的情绪 也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米诺蒂尔擦剂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 嗯 这边有写啊 是用于就是治疗男性斑突 和男性性脱发和斑突 我不知道对于妹子来说 这个东西管不管用 但是我觉得还是稍微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是抹的 抹的东西 显然昨天呢我是拿出来 已经用了一下 它其实里面呢 刚开始是用这个 就是拧上去的 然后呢 我就把它就是 它还配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插进去 直接用了 这个是直接往头上喷的 喷完 然后按摩 按摩之后记得洗手 它这边特别提到了 用完了以后 应该清洗双手 如果你不想你的手上长毛 好 我已经洗完头了 然后 我给大家大致说一下 这个使用心得吧 哎 它这个 它这个就是说 它就是我们普通那种洗发膏的感觉 然后 它里面呢 是这样子粉色的 你们看到了吗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做成粉色的 特别少女 然后 用起来还是比较香的吧 嗯 有一种好像淡淡那种 樱桃味 你用的时候跟 就是你挤 挤一点 不用特别多 就一点啊 千万不要挤多 挤一点 然后就在头发上 我以为就那一点搓不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头发特别有的时候 你要洗好多遍你才能洗很多的墨子把它洗干净 但是这个却不用 它就是挤一点 然后我就用那点 我就从这边开始搓嘛 然后一搓就搓 哗 整个就满头全是墨子 哇真的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神奇啊 比如我平常用的那什么 嗯 试滑扣那些都要好用 因为试滑扣它是乳化状的 所以说那种感觉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这个就是它需要按摩嘛 然后你就在头上就这么啊 边洗啊 边按摩啊 按摩之后 呃 然后你再用热水去冲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头特别的清凉 就好像抹的清凉油一样 洗完头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这个头发湿了以后 你会更明显的看到我这个 就是脱发的景况 就从这边就有一个份就过来了 然后整个就是 因为头发湿了嘛 就更容易看出来这个头发量特别少 然后头发量少 然后它还会去再掉 所以说就很痛苦 然后我就说逼不得已了 所以说我比较用 但这个还是真的挺好的 我还蛮推荐的 到现在我现在这个头皮 都是感觉好凉爽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 它说是必须在这个头发 特别干燥的 干燥的时候 就头皮很干的时候 就单提的时候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湿皮不能用 一天不能用过几毫升 两毫升 一毫升是多少呢 就这个我们这个喷漆次 它上面也说明这个用量了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人家说的就是抑制性头皮 尽量不要用吹风机吹 然后尽量让它就是自然光干 我也想了 我上学的时候呢 就是头发虽然是比较细 相对同龄人而说比较少 但是没质疑就是到这种地步 没有没有质疑到这种地步 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吹风机嘛 上学的时候没有吹风机 每次洗完头就这么晾上两个小时 晾上两个小时 所以说后来上了班以后就是为了方便 方便了以后就拿吹风机天天吹天天吹 我才发现好像是因为吹风机老吹的油油会导致偷油 这也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因为就是我头发比较长 所以说就是我吹的时候 一般就只会吹 就吹头皮 把头皮吹干了 OK睡觉 后来发现好像吹头皮吹的油 头发把它变油了 这也有可能是从正常的头皮情况变成抑制性皮炎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大家怎么去鉴定自己是抑制性皮炎呢 他有的时候如果就是我们同事嘛 他也是头发特别少 然后头发油的特别快 一天一洗 他呢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医院花了五千块钱去看头发 开的药 然后开的各种所有的乱七八糟 最后他还是没有治好 因为就是天天得喝中药特别麻烦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有没有效果 他说用的时候还是有效果的 然后我突然觉得说 嗯这个东西 但是还是会在坚持 因为他会给你开一堆中药 让你喝那个合手污粉 但是合手污粉呢 可能会导致女孩子生理期紊乱 所以说我不打算用任何口服的东西 皮的东西就要用皮来治吧 用外用的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你喝什么药 对肠胃都是一种负担 所以说我自己是不愿意去喝那些东西的 我宁可啊 把那个生姜熬虫汁 天天拿那个生姜汁 是吧 生姜那个汁天天去出口吧 我也不愿意喝一些东西 虽然说可能喝合手污粉应该没有什么大 但是我觉得还是计算一点吧 因为我成为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好 我是怎么就确定自己是抑制性皮炎的呢 就是首先是油 头一天晚上洗完第二天就不行了 比如说你早上洗完到下午的时候 你就感觉头就头发已经全部都贴在头皮上了 然后呢就是你把你的手伸到那个头皮里面 你去按那个皮肤 那个皮肤就有一种粘粘的感觉 真的就是我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就头皮身体又会很粘 还有这个位置 但是下面却很好 就后面的后脑勺这个位置却 就是那个抑制性皮炎的程度可能会少 小一点 然后就是粘嘛 你看我现在摸的话 还是有一点粘 说真的 还是有一点粘 可能是我刚刚没有洗干净 没有办法 就因为不是洗澡洗的话 就倒栽葱洗的话 肯定这些地方有的时候洗不到 而且我的手 这只手这块受伤了 破了一个口子 所以说我就用一只手洗的 就够不着 不过以后洗可能会好一点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就有时候你就去看暗你的头皮 如果很油的话 证明它这个是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一种方法 你就去挠 你就这样挠 挠完 然后你就看你的支架里面 是不是有那种就是淡黄色的 就是那种油纸一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不是脏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说 还不可能脏得这么快吧 就因为就是如果是正经的脏的话 你抠出来它应该是黑色的 就长时间不洗了 是那样子 但是一纸心头皮你抠下来 它是那种有点就淡黄色那种 母块一样的那种块 就好像就是我们就脸上挤出来的黑头 那种感觉 但是比黑头要干一些 然后你只要是能扣出来这个 你就可以基本定认为是 油头 抑制性皮炎 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大家早发现早治疗 用这个喷到像这样的地方 所以说我就直接来吧 这个位置 哎呀哎呀哎呀 一缕 然后赶紧赶紧去按 不要让它流到脸上 我可不想脸上长胡子 然后这个时候就赶紧去按摩它 那我说要按多长时间呢 我看一下 就比如说用在头发上 是什么感觉 刚刚可能喷了一下 那个药水的那个味道就进到嗓子里面有点难受 就有点想咳嗽的感觉 药水本身不是很凉 也没有那种很清爽 就不像这个就是洗完头 有感觉特别清爽的感觉 除了有一点点药味以外 其他的好像基本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大致说一下 这两个的价格是多少 反正是我在我这买的 这个还算便宜一点 便宜其实也很贵呀 也很贵 就相对于这个而言是便宜一点 这个是47块钱 50块钱 100毫升的洗发水 这个 100块钱 你们能想到吗 这么一瓶东西捐用我100块钱 我当时结账时候都傻了 我以为就是 五六十或七八十就能解决的问题 结果翻了一倍 还好现在支持微信支付 不然的话就很尴尬 所以说这就是现在这两个产品的使用 之后呢我会做一个连续的跟踪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点一下 订阅哦 下次更新视频 我看看应该是 一个星期或者两三天吧 因为我打算看一下 用这个东西洗完头了以后 第几天会有 如果假如说它到第二天第三天的话 我头发还是这样的 就是特别的顺的话 我也会拍一个视频 或者是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搜索喵女子 我会呢大家汇报一下 那么我们就在下一期的日常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